今天我们会做一个 CardReader的测试 市面上有很多款不同种类的CardReader 个个都说自己很快 究竟哪一个速度才是最快的呢 我们今天就有几款去研究一下 我们用的电脑都是苹果的MacBook Pro 苹果的MacBook Pro当然不少 这款式 旁边有两个Type-C 专系为Apple的电脑而设计 我们用这个牌子 除了CardReader之外 也有充电线 有USB2.0的插 应该是3.0 3.0的插 还有Type-C的插 SD卡 首先我们今天会用的SD卡 就是这一张 这张卡 它写着的读写 读的速度是去到300Mbps 而写的速度是去到299Mbps 现在我们把分别插进去 OK 那今天我们用的测试的软件 依然都是Blackmagic 它的Disk Speed Test 好 首先我们选回 我们今天这张卡 好 然后我们试试它的速度 就像现在你看到的速度 显示出来了 读的是87Mbps 不是 写的是87Mbps 读的是去到90Mbps 好 然后我们就会换另一只 先拿出来 不过这一只 其实有个不好处 因为它会比较实 和比较难 拔出来 大家要留意 还有就是拔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叫它 或者摇它 因为这样 其实都会加速了这个 插的寿命 都是垂直拔出来 所以 这一款的卡币 其实我自己就不太喜欢用了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用这一款的卡币 也是有Type-C 其实也是一个多合一的 它有三个 三个USB 3.0 不过它就没有Type-C 的 还有就是 是的 它也有SD的卡币 卡币 那我们就把这张卡放下去了 好 顺带一提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卡币 它是会有Type-C的呢 因为通常Type-C 只能够一去一的 就不能够说 一个Type-C 可以分开几个Type-C 我暂时 在市面上我未见过 好 接着又是 Black Magic 一样 选了这个 好 接着我们又看看它的速度 那你就会见到 写的速度是82Mbps 那读的速度呢 就大概是85Mbps 那我们让它更多一次 那有些时候呢 你让它弄这个设计 几次的话呢 其实你会见到 这个数字是会有少少不同的 那如果那个数字不差太远的话呢 那也会见到 它的稳定性是不差的 那之前我都试过 有些线呢 是 两次的速度是差很远的 就是说 其实这条线就已经不稳定了 那就可以将它拜拜了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一只 Card Reader的速度 好 那接着 下一只 那接着 这一只呢 我们就用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 都是近年呢 就是很出名的 那因为它都出了很多周边的产品 都和 Hard Disk的 就是和数据比较密切一些 那我们都用了它 这个都是多功能合一的 那你见到它今次很厉害 这个是有四个 USB 3.0 之余呢 它有出到VGA HDMI 通常用电脑的LAN头 还有一个Type-C 但这个Type-C 是用来充电的 因为刚才说过 通常就是一个Type-C头 即是用来工 叫做一个Type-C的工 就只会有一个Type-C的链子 所以这个呢 只能够做到一个供电 就不能够在Type-C这里做到一个数据传输 好 那我们都将这张SD卡 对了 插进去 好 之后就 好 接着我们呢 又是了 去选择这张卡 又试试这个速度 就看到了 它写的速度是82 读的速度是87mg 有88mg 让我们再继续一次 好 那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这一类的 Carrida的速度 都不会真的差太远 都是可以做到一个 很稳定 算是不错的速度 好 接着呢 我们就用一个 用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 都是不错的 出Carrida 都出了很多年 这个就纯粹是一个Carrida 就没有其他多功能的 几合一的Proc 全部都是卡 但是它支援的卡 会更多些 比如CF卡 SD卡 MicroSD 都可以的 这个是3.0的 所以我们把它插上去 3.0的线 好 接着 下去 Type-C 先插一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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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意到 它是比较深一点的 所以这张卡 就可以很垂直地插进去 因为如果你拼了 其实很容易插不进去 但是这个就是 入到很深 比如CF也好 或者SD也好 这张卡 其实它的脚 就没有那么容易插尾 就是选择 选择一张卡 好 接着我们又看看它的速度 没有6.0的 没有6.0的 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毒的速度 都可以去到91Mbps 不过 写的速度 就不是那么高 不过 我相信大家 用这类的卡维打 其实都是做一个 全彩 就是毒的 的机会率 会比较大些 写就应该会比较少些 好 第二次 75 都是91Mbps 左右 好 接着 最后我们就用 最后一个卡维打 最后我用这个卡维打 这个卡维打 最后我们就用这个牌子的卡维打 这个真的是一个卡维打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制式 有CF卡 有SD卡 MicroSD 而重点它是一个 行Type-C 那Type-C的卡维打 的速度又是如何呢 那我们又试一下 先用Type-C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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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迷信号灯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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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速度是很快 写的速度是可以去到 190Mbps 读的速度是去到256Mbps 虽然 就跟 卡上面 所写的速度 是有少少出入 因为 记不记得 卡是写了 是 300Mbps 和300Mbps 写的 那 这个是有少少出入的 那 其实现在很多 市面上买到的卡 它都没有很清晰的 寫到很明确 就是说 会是有多少Mbps的 独随 只能 它会写一个大概的数 但这个数 可能就是 Read的数 未必是Write的数 这张卡 也有写的 但是 不过速度上 都是 但是 我觉得 这张卡来说 都是值的 因为 市面上的卡来说 它已经是一个 叫做最快的卡 而且 刚才也说过 我们都很少 会在电脑抄 一些东西 因为它不是USB 手指 反而就是 读的速度 会比较多 这个就是这张卡的速度 我不肯定 这个速度 是 这张卡的速度 还是 这张卡的速度 因为我手上的器材 只能做到这个测试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 卡的卡可以更快的 都欢迎你推介给我的 好了 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 选择卡的卡方面 会有一些idea 希望能帮到大家